好 那我們有一個地質年代表 地球歷史有46億年那麼長 所以呢 我們需要去把它切開成一段一段的來方便我們研究 這就稱為地質年代 那麼就可以誰先誰後就知道 誰比較早誰比較後 了解它的先後次序 我們有個地質年代表 這個地質年代表有切開一些次序 有元代既是其實 OK 我寫了一大堆 我寫了一大堆 但是基本上期跟時很少出現在你在網路上找得到的地質年代表裡面 即使是國際地質委員會所發表的年代表也只分到期沒有分到時 你大概只看到是而已 大概是而已 元代既是期 所以你在 而且我們的地科基本上只交一個 大 你們地理 你們的身材交到記 我們地科只交到大 所以你看一下就好 元代既是期 那個時可以不要理他 你平常都不會碰到他的 你平常都不會碰到時這件事情 背到期就已經不錯了 好 元代既是期 地質年代表 好 你就有這些序列之後 你就知道發生的次序了 發生的次序了 好 那最早的生物什麼東西啊 藍綠菌或藍綠藻對不對 多少年前 三十多億對不對 三十多億 可是這個時候生命現象隱而不顯 我們叫做隱生緣 生物老師又教航母技大爆發嗎 航母技突然之間碰 海洋裡面多一坨拉鼓的生物 從此生命現象變得非常的明顯 叫做所謂的顯生緣 然後顯生緣又分做古生代 中生代跟新生代 就是我們地標叫做分三個代 古生代 中生代跟新生代 這個寫法是台灣的寫法 大陸的寫法跟我們不一樣 它叫做咒 只有咒 你說咒 它不是這樣子 它真的跟我們不一樣 你在網路上查到的 你除非正好查的是台灣的資料 否則你看到的是法 都是大陸人的寫法 什麼明古咒 太古咒那種東西的 那我們也不管它 反正我們就只告訴你 隱生緣跟顯生緣你就背好就對了 然後有一個事情你要知道 46億的歷史裡面 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什麼 隱生緣 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隱生緣 因為龐五季大概是在五億五千萬年左右開始 所以只有五六億的年 五六億的年是所謂的顯生緣 下都是所謂的隱生緣 所以隱生緣時間長 顯生緣時間短 然後我們把它分作古生代 中生代 這是我們調教的 古代 中生代 新生代 你就知道古生代比較老 新生代比較年輕 但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兩千萬年前還是六千萬年前還是三億年前 如果你要知道 要用放射性同位數去定年 要用放射性同位數去定年 放射性同位數應該是在這學期的理化課會稍微帶一下 它會放射 會衰變 OK 有個半衰期 你聽我講完之後都可以了 國中不會要你算 因為我們不會算 它要用到對數 我們國中沒有交對數 半衰期就是有一半轉 變成半衰期 好 半衰期如果是五千年 五千年就去掉一半 現在找到它 看到裡面只有八分之一 所以又經過幾個半衰期 三個 一半 二分之一 再一半 四分之一 再一半 八分之一 所以經過三個半衰 多少年 五千乘以三叫做一萬五千年 那就是一萬五千年前 你聽過 懂意思就可以了 國中沒有計算 不會讓你算 我們不會算 反正你就是要知道 地質年代是相對的 這個比較老是比較年輕 那它到底是六千萬還是六億年輕要靠誰 放射性 同位數據 定年 了解這樣事就夠了 OK嗎 OK